学生时代不可或缺的文具橡皮擦 曾经在民国60到90年代造就台湾外销的荣景 新北盛林口就有一家经营超过半世纪的文具工厂 第一代开发出台湾第一支黄感原子笔和第一个八色橡皮擦 第二代黄昆柱解手后积极扩展外销市场也发展代工 不断开发各种造型的创意橡皮擦至今超过2000种 近年来它还将部分的厂房转型为观光工厂 要让更多人认识台湾文具产业的发展 灯泡造型添加长效型夜光粉 南续光的橡皮擦在黑暗角落闪闪发光 荧光色黏土橡皮擦不仅可拉可捏擦得干净又无血 把写上去的铅笔石墨捏起来 还有结合橡皮擦烤面包机造型的削笔器 一物两用功能再进化 造型可爱和兼具功能性的创意橡皮擦 让书写多了几分乐趣 远远不绝的兴起点子 就来自新北市林口的这家文具工厂 老工厂经营超过半世纪 至今已经开发出2000多种橡皮擦 我们把TP放进去了 然后再来就是把加工油放进去 这是所谓的白蜡油 因为我们都是粉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润滑剂 就是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放石粉 石粉下去的话就能够让它混在一起 所以油的话是一定要的 搅拌十多分钟 让TP1和白蜡油充分混合 石粉才能完全附着 确保橡皮擦品质 我们都是用我们在地的原材料 来做成自己配自己的橡皮擦的原料 我们的最好的橡皮擦的去自力 就是那个擦拭的那个效果是达到98% 所以是非常好的 去自力接近百分之百的橡皮擦 舍弃过去业界惯用的PVC 黄昆柱改用无毒环保的TP1 它原材料过来就有添加抗氧化剂 跟抗UVC 就是我们紫外线 那还是我们只有不够 我们还是有添加 所以我们的橡皮擦是很久很久才会 才都不会变硬 它的优点就是没有参任何的塑化剂 充分混合的原料需要加热融化 再进行冷却 有很多的蒸气 就是保证里面都没有水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这个才能够把效率提高 颗粒大小不一的原料 得再经过粉碎 变成大小一致的细致颗粒 你现在可以看到都很细很细了 这个才能够在下一个工作站的时候 顺利来完成 注重每个生产细节 身为文具厂第二代 黄昆柱从小就被父亲要求 要会实际操作每道制作流程 他的父亲黄向瑶 在民国52年创立文具工厂 还开发出台湾第一支黄感原子饼 那时候在那个时代 他们讲是我爸是文具界的一个鬼才 看到三大文具公司 他们都带领日本的原子饼 我父亲就觉得说 那时候刚好王永庆 开始生产 台数开始生产PVC 他就想说用PVC 因为日本的东西都是色出的 比较贵 他就想用PVC的原料 用压出的方式 在这个在地的高雄加工 回到台北 送回到台北 我们这边就住宿 这个黄感原子饼的盖子 尾套跟鼻嘴 然后这个来销售 结果是一爆而红 随着日本橡皮擦制作技术的引进 黄向遥更在民国57年 推出台湾第一个发色橡皮擦 你看这边有这么多颜色 其实每个颜色都是一台机器 所以我们这是多色的压出机 还有各种造型 像这样子这个也是 压出机的话是 出来是还可以可塑 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看它已经有形状了 机器不断压出一条长长的橡皮擦 经过冷水冷却定型 再自动裁切大小 最后再用凉具测量松紧度 好了橡皮擦表面就要光滑 然后这个不能有缺角 像角的地方不能有缺角 那这个就非常的直角 这才是好的 这个压出的橡皮擦 就是擦起来是一条穴而已 一般来擦的话 就是擦了很多穴穴 那很难整理 那好的橡皮擦就是你擦完以后会 表面还是光滑的 那你擦的时候是不要使很大的力量 正逢民国6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 皇家的文具事业也蓬勃发展 黄坤柱在民国70年退伍后接受家业 也将事业重心由内销转为外销 所以我就提着我的样品 跟我的007手提箱 就到世界各地去展览 七艘客源 因为主要一点是 你要推销自己 你就要勇敢地站出来 面对你的客户 你这样才能够集中客户进来 积极扩展国外市场 最多时外销五十多国 事业的发展也达到高峰 那时候我们每次 每年都会发展出 至少20种的新产品 然后客人来的话就马上订购 马上下单 那时候是非常辉煌的 我们上次在那个时间 有一段十几年时间 都是日业倒搬 日业倒搬在生产 可以讲说那时候 可以讲说是全世界最大的 橡皮擦的工厂 因为我们的射速机 总共有20台 也是日业倒搬 我们的压出机 以单机来算的话 总共有80几台 那如果有多色的话 我们加起来 总共有18条线 陈席父亲的创造力基因 黄坤柱也不断追求创新 开发有特色的新产品 一款香水橡皮擦 打向全世界名号 接着又推出造型 五花八门的橡皮擦 但他不以眼前的成就自卖 而是把目光放远 将事业触角延伸到代工 世代没对齐 我们也算做不良品 所以说为什么 德国的大品牌 会安心地让我们做 因为消费者拿到的 都是最好的 每一批子都是很好的 民国68年到90年 可说是文具产业的黄金年代 但受到大陆人力成本较低的影响 同业纷纷袭净 黄坤柱虽然在2010年 也前往对岸设厂 但最主要的橡皮擦生产 仍然跟流台湾 这边来讲 在我大陆工厂没有生产橡皮擦 只有这边生产这个事物用 也就是学生用的 跟办公室用的橡皮擦 我都把最好的配方 还是留在我们台湾 绝对不会遗留到大陆去 橡皮擦观光厂 那我们现在选的DIY 是我们的手表 那我们这个手表 造型的橡皮擦呢 就是我们先做好 我们想要画好的形状呢 我们再把它放在我们的表袋里面 那之后呢 我们再拿我们的透明塑胶壳 把它盖起来 这个壳呢 我们做得比较轻 比较松的关系呢 是因为我们要方便 小朋友的做替换 那我们这边有各式各样的造型 可以让你们做彩绘 你你想画什么 画个老虎 在橡皮擦手表表面 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 小朋友们尽情挥洒创意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 文具产业的历史文化背景 王关柱将部分厂房转型为观光工厂 我们以前都完全做外销的 那我是想说把我们这几十年来 三四十年来做的外销的产品 只有外国小孩子享受得到 我就想说把它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甚至于那个大人也可以来享用我们这个好的 这个MIT的东西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了解橡皮擦的制作过程和文具发展历史 这里还展示全世界最大的橡皮擦 是场内热门拍照打卡地点 父母带着子女一起来 也能促进亲自间互动 这样的话就变成大家有一种气氛 能够造成家里很和谐 有一个话题可以讲 我们今天是做什么想法 做学人 那做学人哪边好玩 因为它 因为它永远都会暖暖的 不会像一般年图那么硬 所以可以一直重复做东西 是这个吗 对啊 做手表哪边好玩 我是觉得 这个手表 它可以替换 很多插布可以替换 然后插布又可以拿下来插 在这个88元签字笔呢 是在于民国53年的时候 我们雄师的文具创办人 李阿木董事长 他委托我们黄谦董事长发明的 带导览详细解说 它是工厂第三代黄伟钢 从小就得帮家里做橡皮擦 深刻体会父母经营事业的辛苦 退伍后 他决定留在家里帮忙 负责规划官方工厂 后来接触来越多会感受到 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他们的辛苦 那爸妈他们辛苦 我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去回归他们 对 所以就是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才会想说 我就回来帮忙这样子 爷爷和爸爸对产品品质的坚持 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也深深影响了他 从小到大我接受到他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有点像日本那种职人精神的概念 东西要做就是把它做到最好 不会说是 我放假我能放假回来再做 没有它就是东西 没有分什么时间就是 接到了这个案子这个工作 就是要把它做好做完整 深根橡皮擦产业 黄昆柱发挥无限创意 让一块块小小的橡皮擦 有了更精彩丰富的样貌 也让MIT的橡皮擦 飘洋过海 在世界舞台上发光 大家好我是凯纯 还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请帮我们按个赞 或分享到脸书支持我们哦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帮我们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我们下期再见